Hello, 今次三個晚上想和大家一起做這個簡單的邊緻包 較早前已經和大家分享過怎樣做這個簡單的邊緻包 不過上一次是將它放入吐司盒裡面的 今次我們更加簡單, 我們就這樣將它做小包 今次這個麵團是一個中種的麵團 而且裡面也有一些粟米粒粒在裡面 看到一些粟米粒粒在裡面 現在這個麵團經過了15分鐘的靜止 現在就可以將它排在裡面的空氣 將它幹長 按一按壓旁邊的泡沫滑 差不多了 接著我們將它分成三個均等份 我們還沒剪下去之前 就通常會記錄了衛生 現在看到它差不多了 三等份了, 將它分開它 然後將它分成三個均等份 記得這個蛋部 不要將它分成三個均等 記得這個蛋部 不要將它分成三個均等 不要分成三個均等 這個蛋部 也一樣 這個蛋部 不要分成三個均等 然後我們好像平日拌邊一樣 把它拌起來 把它拌起來 記得這個面 記得是在上面 在上面 然後把它拌起來 把它拌起來 然後把它拌起來 把它拌起來 這樣就完成了 這裡做了三個 是否很簡單呢 大家可以試一下 剛剛跟大家分享了這個簡單的 鞭子麵包做法 現在這個就是繼續鞭子麵包 不過我們就加多了少少東西 在後面 即是在後面的部分 加了少少東西給它 就可以多一個造型 這個同樣 也是一個中種的麵糰 裡面有粟米粒粒 把它排在裡面的空氣 麵糰已經經過了 剩下15分鐘 開始的步驟是一模一樣的 很 Ming telefon 會比較快 的 更 anxiety 排走旁邊的空氣 約分為三間分 也是先標明位置的 通常我都會是 看到三份差不多了 接著現在才切下去 又是不要切斷頂部 把它拌起來 記得這個麵朝向上方 鬆鬆的,不要太緊 把三份黏在一起 把它整個反轉 我現在會放一些食材 放少許都可以 因為位置不太多 我選了蟹柳,粒粒和芝士 然後把它是三份一 這樣摺 這個向這裏摺過去 把尾部的部分向上 覆蓋上去 然後這個位置 就像平時一樣 收回後,黏在一起 將它整個反轉 這樣就完成了 兩款造型都完成了 現在可以等它進行最後一次發酵 最後發酵已經完成了 我們會和它塗上一個蛋漿 我已經預熱了焗爐 去到175度左右 焗大概15分鐘 應該可以了 這樣就完成了 這一款,我會連它的側巾也會塗上 剛才這一款 好像很薄 現在經過了最後一次發酵 就已經有厚度 我已經漲了 散看 其他人 再一次發酵 最後一陣子 作詞 作曲 再一次 作詞 我想將其中一個再加入變化 我預備了這個小腸 將它放在中間 輕輕壓下去 放上芝士 這個小腸包有多款造型 所以這個簡單的鞭子包的造型可以有很多變化 再加一點 紫菜碎在上面 應該是加了這個 我還預備了這個 這個沙律醬 忘記了 先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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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成品 不同造型的鞭子麵包全都出爐 因為我家的焗爐不夠大 一次過是焗爐 所以我分了兩轉 我們逐個逐個看看 它出爐後的成品是怎樣 你看到這個腸仔包 就算我放了芝士 是好像遮蓋了我的臉 但其實你看到 它側近這裡的這些 這些形 都會看到的 那個麵包的紋 都會看到 有一滑一滑一滑 和平時的腸仔包 就有少少分別 然後另外就是 這個就是最簡單的 你看到就是很清晰的 那個邊紙 而且也沒有扯開 有時會緊的時候 會扯開它 OK 底部是這樣的 另外這個就是 把它摺了兩摺 變成三層的 好像一個球形 OK 我們在未分享成品之前 就跟大家說 一些重點 首先第一就是麵團方面 你可以用回你平時用的麵團 我今次這個就是 中種的麵團 也是一個甜麵團 另外 我也也拌入了 粟米粒粒 那些粟米粒粒 你可以是買半頭的 又或者是 你可以像三隻貓 我今次就是 用新鮮的粟米 煮熟了它 再自己把它摺開一粒粒 但你用哪一款都好 一定要吸乾麵頭的水分 正因為其實它的粟米 就算你怎樣吸乾它也好 它也有水分 正正因為有這些小小的水分 可以令到麵團更加濕潤 大家一定要吸乾它 所以其實它的麵團也會有水分 所以當我們拌入麵團裡 又或者排氣滾完的時候 都會有少少困難 所以我們只要在墊上 預備一些手分 就可以了 慢慢做到 預備多一些手分 另外第二就是造型方面 我們做這個簡單的鞭子造型 我們要留意分三份的時候 要平均一點 你可以像三隻貓一樣 我是很穩陣的 我一定先把鞭底下 先把鞭底下 把鞭底下看到了 然後才切下去 還有我們鞭底下 記得這個面 就要朝向上方 你可以鞭底下 扭一扭它 總之這個面就在上面 如果不然 就做出來 就沒有了這個 就像這一塊一塊的效果 還有就是鞭底下 不要太緊 可以說是鬆鬆的 就是一個很輕鬆的手法去做 不要太極 也不要過鬆 如果你過緊的時候 它就會是 你焗完出來的時候 它有機會是這樣扯開了 所以就是 少少鬆鬆地去扮好它 這樣就可以了 總之一定就不可以 真的太緊就不可以了 焗完之後 這些位置是會扯開了 這些位置 這樣就不漂亮了 另外就是 如果你做這款的 這款是加腸仔的時候 記得把腸仔 哪一款腸仔包進去 我都一定會這樣做 就是預先用一些熱水 就是把腸仔的表面 裹過一下熱水 接著就是吸乾了它面頭的水分 接著就是 這樣就可以了 還有當你放腸仔的時候 你按壓下去的時候 其實大力一點都可以的 就不需要這樣擔心 其實也不會有什麼事發生 就是大力一點壓下去 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 如果你做這款 就是做這個球形的時候 其實你包不包食材都沒有所謂 如果你在裡面 好像三鸡貓一樣 在裡面你想加一些食材 一就是 盡量乾身 第二就是 不要太大 因為其實你看到一個 影片 你看到就是 裡面的位置 也不是很多 只不過是 想吃下去有一點 就是有多的味道 就不要太多了 OK 還有一樣 一樣 就是笨的時候不要太緊 OK 接著呢 另外就是 在爐溫方面 如果你是 有腸仔 就是做腸仔包 這款腸仔包的話 總之是有腸仔包的話 我就會提議 就是把爐溫 調較平時 低一點 就不要 因為可能平時是 普通小包是180度的 那我自己就會 調較低一點 我已經調較長一點的時間 OK 因為如果你太過高溫的話 它會有機會是 爆開 那個腸仔 還有出爐的時候 你攤一攤之後 它的腸仔就會 會遮蓋 你看 例如這個 我出爐 這個是完全涼了 是第一批的 你看到它 隔了也有一個多小時 它的腸仔是 不會遮蓋 不會遮蓋 不會皺皮 所以爐溫就 不要太高 我自己通常 焗腸仔包 的爐溫 我都會刻意 調低一點 然後就是 另外就是 盡量 就是 其實不要三腳貓 剛才你叫做三腳貓 在一廚裡 有三款 其實 我就不主張這樣做 因為我想一次過 就是 焗了三款給大家看 所以我才這樣做 但如果你平時自己做的話 就盡量 另外就是 一款 只做掌製包 因為其實你搶製包 和這個 其實這個可以高溫一點 那 就變成 就像剛才三腳貓 我就要 全個腦子 我就就它了 其實就得它來的時候 那這個 另外這個 如果你做這款的話 就更加要自己做 那為什麼呢 就跟食材沒有關係 但是跟高度有關係 因為 因為 我剛才焗的時候 這個其實上 它很高身 它這個已經上色了 但是這些 這些比較扁一點 就不可以的 所以我就不主張 是混在一起焗 如果你那次 即是那個爐 是焗這款的 那就只焗這款 那如果不是的話 就像三腳貓一樣 要真的看著它 又或者 好像我自己做的 就是剛才 就是臨到他們 這兩個上色了 我就立刻用石子 蓋住它 就 因為這兩個是不可以的 完全沒有上色 所以就是 就麻煩一點 所以我就會建議 就是你一爐裡面 就盡量是同一款 這樣就會容易處理 接著另外就是 這個是一個 有這些 就是這些 煮食的食材 的材料 在麵包裡面 通常我自己 就會在 就算這些麵包 比如有粟米 或者是蔥花 特別是有小腸 這些有蟹柳 就算那天 就是什麼天理都好 隔了夜 如果那天我吃不完的話 我一定會放在雪櫃 不論是冬天好 夏天好 我自己都會 我就覺得會衛生一點 特別是有腸仔在這裡 如果你有蔥花 就更加 因為蔥花很容易會 令到那個成品 整個變壞了 所以我就會建議 第二天就是 吃不完 即是當天你出爐 你是吃不完 那就全部 就是放在麥匙盒上 接著就放回雪櫃 到第二天 就你看看 用什麼方法 去翻熱它 我就會覺得是衛生一點 要分享的重點 就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 一起看一下 這個成品 是怎樣 它真的很軟熟 你看一下 但其實你有一個 真是心理準備 如果你真的要拌入粟米粒粒 拌入粟米粒粒 拌入粟米粒 一定會有少少困難 不過你預備手粉就可以了 都一樣一定會做到的 看看多軟熟 我們撕開它看看 這是一個中種的甜麵糰 裡面是白色的 很軟熟 而且很濕潤 因為它真的有粟米粒粒的濕氣 它令成品更加軟熟 好 希望今次大家喜歡這個 其實很簡單的 你要分享 還有這個造型 一點都不難 我都希望大家有興趣 有時間 都不妨一試 拜拜